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机动部队虽然包围有紧敌头 但是他们没有重武器全部都是机枪 这些机枪的攻击力是根本伤不了紧敌头的 而且手榴弹的爆破力是可以暂时炸推紧敌头 但依然无法让紧敌头彻底死亡 谁要对付紧敌头一定需要助行武器的装甲部队才行 很起来最后这群机动部队是全部牺牲了 但是机动部队和紧敌头的战斗还没有完 根据过往和紧敌头的战斗经验 这一次机动部队想找其他变种生物对付紧敌头 这次他们选中的是黑猫 黑猫真的能对付紧敌头吗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关注点赞并在评论区给龙哥哥留言 龙哥哥会翻到你哦